大家开车出门 如果你有这样的习惯 可能要多小心 或把它改掉了 昨天彰化一位黄信男驾驶 是刚刚画面中您看到 我们框起来的那位车子的驾驶 他车子开在内侧车道 当时想要回转 为了让这转弯弧度能够大一些 他车子就往右偏 可是没有看旁边的车道有没有车 倒是后面来了一辆车 闪不开直接撞上 甚至后面这整辆车 还失控再去暴冲 撞了停在路边的三辆轿车 一个小状况造成了 五车连环状的事故 那这样子的肇事责任怎么判呢 我们初步看 白色的轿车 他会被说没有依照规定回转 被判违规 而银色轿车可能会吃上 没有注意车前状况这样的判责 看起来这两辆车主 得要一起赔偿 开在内侧的白色轿车 到路口时放慢速度 突然往右偏移 后方车辆闪避不及 先擦撞 接着失控冲向路边 撞到了三台车 可以看到本来停在路边的三台车 有的被撞到整个车头全毁 有的保险感掉落 加上一开始发生擦撞的两台车 现场总共有五车受损 连柱子都被撞破一个角 车窝地点是在彰化福星的张鹿鹿七段 一旁正好是派出所 原警们听到巨大撞击声赶紧出来查看 本所同仁听闻这个事故的撞击声 立即此步现场协助处理及交通疏打 那初步检测双方驾驶均无九驾情形 警方事后调查 开车的黄信驾驶当时是要回转 疑似为了增加转弯的幅度 才会往右偏 但却没注意后方来车造成擦撞和追撞 也还好虽然有五台车受损 但整件车祸只有一人擦错伤 没有生命危险